接下來第十場 看看尾場三班16米的狀態指數表 有七隻馬有三隻手指 至於配備轉變隱形翅膀 除了蠻形口含鐵 先看這隻幸福老窩 其實跳舞現在也不是很起眼 不過可能分數減到這些水平 他經常都可以追 尾場田泰鞍 慢慢再想想 可能真的可以追 這隻馬就封明驅 我上一次賽前說過 我覺得這隻馬是活躍一點 但落場跑 演出反覆得很重要 接著又是蔡宇漢的馬 這隻驚喜 他休息了很久 上一次跑是二月份的 期間在松化粗練居多 試幾個集都是跟跑 有幾隻 蔡宇漢 練練行運 他經常跳得很好看 這隻也是 如果再去嚴格點分數 其實他是有一點跑多了 沒有之前那種勢頭那麼厲害 東方飛影 他也選擇增程千六米 我覺得他其實也放得油 早上越來越堅填 給了一個頭罩他跳 這些馬我們早期都覺得 他是漂亮的馬 好了 大紅袍 羅富泉那幾隻 折去千四 這隻跑千六 千六更加容易放得到頭 這隻姜口 又是 很明顯是好了很多 這隻勵勁 保然得得 早上每個助手跳 他都拉不住 霍洛草地就前面一隻舅女 後面一隻舅女 所以他都走得比較行 經常都覺得他很漂亮 轉過來沙田 好 接著看看這隻 8號的隱形翅膀 真是姚本輝那幾隻 你說他變化地什麼 又可以追 基本上是有閘 北半球馬開始跑得好 就是這些 你就跟著 這隻也是 信心之選 連續兩次都能夠入位 他在神操 他又是有些炸炸帝 好像比較餘老的那些馬 但落場他算適應得快 好 接著是超級綠洲 在前面 後面那隻就幸福老鑊 好近 真是祖馬有很多隻 難贏難贏 終於在高東來都贏了 他跑得很好 這隻都跳得好的 德勝多 你不要看他用王進 一定忽視這隻姚本輝的馬 特別你看看昨天早上拍跳的貨 即是星期四 跳得相當之好 這隻161 被人追 勝利後王 在旁邊 眼罩 紮利 一直被人掩蓋 不過我覺得有些 他都是 縮疾縮疾 他都是 再看看 還未穩定 看完這隻 有說有笑 他之前就 曾經健康有些事 所以這隻馬 後來的表現都走癢了 沙田來跑一下 他都很少跑 會很易急 這隻馬臨場 是 回到第十場 三班千六米 這場撞到好的馬 相當多 我相信選擇範圍都很闊 現階段你看看 可能結合到時的騎士守風 或者場地 你可以減少一部份的馬 現階段說 譬如你 八個的實勁 很多朋友都會留意 這麼慢 追上來 拿到第三 頭多幾部 有第二 所以他都算多厲害 隱形翅膀 另外 保然德德 我不知道他在谷草 面對那些對手 跟這堆沙田的馬 如何比較 但從狀態角度 我覺得他真的很漂亮 保然德德 如果你不是說熱到沒有尾 熱到太過份 我覺得這隻保然德德 我覺得這隻應該可以留意 保然德德 其次 阿塞那幾隻 我覺得好像不算太特別 二、三、四、三隻 各有問題 這三隻馬 所以我覺得 應該五、六、七、八 那些比較強 這一組馬 有很多是中置營 又或者是很被動 其實有很多馬 我都覺得不錯 譬如幸福路 你都預料到他 一開閘當然要喊半生晚閘 然後墮後 但其實他來地 已經復出跑 這兩場馬 其實他都追得很好 不過我不知道 究竟有沒有能追 因為A難就好像有 但是不知道 你要跑下去才知道 其他二、三好像一般 四跑得多了 好了 五 東方非映 我覺得這也有些進步 你就知道他喜歡 惡高的頭 在那裡頂 還有我之前覺得 他是不喜歡走別人入面的 但其實上一次 他之前已經證明了 開始慢慢進步一些 但是他第一次跑一、六 大紅袍 這組馬沒有馬放的 照計 我覺得跑一、四 你不要看過萬步速都 你都放不到 一、六馬 他很容易會擺在前面 最重要是保持住 我覺得如果沒有馬走 他不會很熱 這隻馬是有想法的 當然這組馬是很多隻都可以 那你到時再慢慢秤一下 場地形勢、臨場狀態那些 第十場賽事都跟大家簡單研究過 看看Feed到鎮選了什麼 我就選了第五場 刀靈太陽 都是選大自然的天氣 我們選擇烈風 巧合得這麼巧 十場賽事又跟大家研究過 提到大家 這次跑了十場 所以就一點正會開跑 節目的時間也夠了 下次再跟大家研究過 拜拜